大家好 上星期就說港股有機會挑戰到一百天線 兩萬四千六附近這位置 其實在上星期起出網額突破了兩萬四千八 但手就不太受得穩 因為上星期當然在習主席、藍巡 其實令到科技股板塊 當然看到ATM上星期也是破頂的 破完頂之後就開始有新一輪的整股 若你懷疑是ATMX也好 其實近二天線這位置到時都不妨再撐過 因為始終破完那位置後都要給一點時間 來消化一些獲利的情況 所以近二天線這位置我覺得可以重新部署 而大使當然我覺得既然已經向上突破了 其實未來上落的一個區間會再高了 或者是再闊了 現階段又維持兩萬三千八這個位置 是支撐位置 而在上面 其實未來我覺得在市場氣氛 還是偏向比較強的情況下 有機會試到接近兩萬五千點 但維持收就未必收得太高 因為既然近期十月 其實大家想不到的事情 可能會有機會發生 但當然在美國方面 有傳奇對內地方面的一些科技企業 其實一些制裁活動 真的不排除未來都會進一步退出 但我想現階段大家都會忍過或者捱過 我看看十一月之後 美國方面的一個當權者 其實會不會有更換的情況才再考慮 當然短期來說 在過去這個星期 其實大家估不到 比較上二軍突起的就是內銀股 其實內銀股 基本上除了打風那天 大家沒有開市之外 一直一直升上去 很多就好像建行公行 其實都接近有8-10%的升幅 當然內地方面的經濟增長狀況 開始第三季 大家預期有正增長之後 亦有傳內地方面 對未來一個讓利的情況 在內銀身上開始逐步淡化 但始終未來的派息狀況 其實都有機會 因應經濟環境 或者盈利的前景 有一個減派息的狀況 都不出奇 所以有機會內銀 如果反彈到上來 今年8月份的高位 我覺得到時 大家趁善戒而辜 其實都可以考慮 好的 他說 我們在旁邊說 我們在旁邊說 此行 我們要到達 我們要從